已经成立16年的行政院消保会 可能在政府组织改造的行动当中消失 消继会一行人今天特别在立法院门口 顶着寒风细雨 希望能够阻挡修法通过 因为政府打算要把消保会 整并成为行政院消保处 消继会很担心公权力因此削弱 民众的权益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天气寒冷又飘着毛毛雨 但消继会一行人还是站在立法院门口 表达支持消保会的决心 16年前的今天 消费者保护法通过 行政院消保会正式成立 但16年后 政府新组织赶在明年上路 行政院研考会规划将现行的10会 精简成8会 而消保会就是其中一个要被精简的部会 并预定排入今天立法院的审查议程 但消继会指出 把消保会整并成行政院消保处 将严重削弱消保会的原本功能 消保会一年用的议算不到新台并 一亿两千三百万的消费者 每年用的钱不到五块钱 这样这么省钱的组织 我们政府要把它整并掉变成幕僚机构 那现在如果说变成一个幕僚单位 确实是让人家会更担心 那我们现在消费者面对很多 我们过去16年前更复杂的这个危机跟问题 就会更难解决 消继会的担心主要是因为消保会属于政府单位 具有公权力 而消继会是民间机构没有公权力 有时执行任务时还得求助于消保会 而原本消保会可以直接调查测试业者 而中央和地方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如果有不同 消保会可以出面协商 另外消保会也有单独调查和公布结果的权利 可是一旦被并成消保处 这些功能就会消失不见 消继会指出 少了消保会公权力及时协助与介入 今后很多对有问题商家的检查与调查 必须就要经过层层行政流程 缓不济及 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陈小青 陈昌伟 台北报